苏绣 苏绣按针法分为乱针绣与平绣 可做单面绣 双面绣 色彩轻雅 绣工精细 非针走线间赋予了苏绣诗一样的气韵 批丝是苏绣处理丝线的独特方法 批出最细的丝线 直径只有头发丝的十分之一 一幅绣工精美的作品 需要十几万次的穿针银线 美物不亦得 针线之间考验的是极致的匠心 传统的苏绣大多以中国工笔画为蓝本 有以花鸟和小动物为主 最得意的是小猫和鲸鱼 绰约亲密之态 悦然绣布之上 今天的苏绣 博彩重长 容中西方绘画 摄影等艺术形式于作品中 中国苏绣那天地自然 即风月雅雾于一针一线中 呈现着中国文化和艺术技艺的博大精深 绣出来的山水能分远近之趣 楼阁具显深邃之体 人物能有粘挑生动之情 栩栩如生的苏绣 带来惊艳世界的东方美学